看到黑粉者明明看不惯肖战,却又不得不关注肖战的样子,小心好想笑,近日,肖战的瓜料频出,又是新剧,又是代言,又是路透,说得真真的,好像亲眼所见一样。 好在肖战粉丝经过多次风雨,早就学会了非官宣布约,但还是有些心入坑的粉丝,面对聊价不够淡定,对乃平虾的科普,认重而道远,时刻不能停,于是肖战官方大V又发小作文了,肥虾意见不,把话说得清清楚楚,遇到造谣,辱骂肖战等行为之后,该怎么做呢? 第一步,不要回复,第二,直接向平台投诉,第三,反馈给肖战工作室,很多乃平虾觉得奇怪,被骂了都不敢回嘴,是不是有点耸啊? 但互联网不是这样算的,你回复了黑粉,就等于给黑粉送了热度,同时,也将谣言再次扩散了一次,如果只投诉,不理不睬,谣言没了热度,也就没法传播了,不停聊价的目的就是引战,让肖战粉丝活动起来,给黑粉提供热度, 浑水才能摸鱼,眼看着那鱼这水越来越平静,自然要想办法让它动起来,肖战吃饭,逛街,新剧,新代言以水的瓜料,都没掀起什么大的波澜,不出所料的话,接下来更是会没完没了,玉骨瑶开波在即,心粉不成熟,此时不动,更待何时?